請大家 請大家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很會長 睫毛炎啊 腳毛炎啊 真炎 看了不開看了都不 不是不是 我是運動人 我以前打球網球是紅土的場地 所以灰塵很多 那你有時候一剖鏡就開始揉 馬上就中 是 很辛苦 潘老師既然都這樣講 有人講說 掌睫毛眼 不能看 看人會不會看人 有這種事嗎 要看是什麼樣子睫毛眼 如果是戲劇性的 流行性的這樣你這樣睫毛眼 我這樣看你不會看人 當然是不自已 但是也很難講 太靠近也不太好了 不能這麼近 結果最好不要太靠近 離我遠一點 離我遠一點 有嘗試的人都認為這不可能 因為媽媽小姐有沒有跟你們這樣講 有啊 就長生意 有有我聽過 聽過 我原來 沒知識真可怕不是只有我的 真的 不是這樣 我們這幾年背了怎麼也是這麼沒知識 真的嗎 現在也是這樣子嗎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傳統 就是婦女女教學 對 你知道嗎 媽媽教我們 我們再教給自己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年長者的智慧 對 好 再來 如果有塵埃 跑進眼睛裡 可用食鹽水輕輕沖洗 我們在如果沒有生理食鹽水 沒有的時候 用乾淨的自來水沖也可以 就是用自來水沖也可以 如果說你不舒服 自來水 開水會好一點 自來水 防潛水會好一點 自來水最好 為什麼自來水最好 因為自來水有餘律 它裡面是殺菌的 是這樣喔 它裡面是殺菌的 搞得老半天我們認為說不要有細菌 所以用開水或是有好一點 對不對 反正是自來水 自來水 自來水 因為我們確定它裡面有剩下的綠 所以一定沒有辦法長菌 對 反而是這樣 真的 長真似的 美國大兵一定要喝到有綠的味道的水 他才要喝 因為那確定沒有菌 來 再來 傑柏妍發作使用市售的燃藥水 我看到 市售這兩個 對 這感覺就OK 對不對 尤其是這個市售的燃藥水 到底它含些什麼東西 比如說假設它含防腐劑 假設以防腐劑來講其實是 一個合法的東西 對 可是你長期這樣用的話 眼睛也受不了 防腐劑也太高 那更何況很多燃藥水裡面 可能還有很多成分 比如說它是不是有低激量類固存 或者有些什麼東西 那如果我們真的要買的話 要怎麼選擇 應該用最簡單的 不含防腐劑的人工類液就可以了 不用用到燃藥水 因為你們燃藥水 你沒有道理啊 你除非是有什麼症狀才需要用 因為鹽藥水通常來講 它裡面一定要含一點東西 才叫鹽藥水 因為有一個藥在那個地方 鹽藥水 那個藥 那到底含了什麼藥 我很緊張 對對對 那如果說是人工類液 那裡面就基本上就是 只是沒有藥 只是沒有藥 就是一般就是水 那現在房間很流行洗眼液 它有預防 睫膜炎的效果 是感覺 沒有 因為如果說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你的睫膜炎是過敏造成的 那洗眼液也沒有用 從體內發出來的是沒有用 對 那它就要避免過敏原 對 那完了就是看眼科醫生 它會給你一個抗過敏 或抗發炎的用 才會有用 如果你單純洗是沒有用的 那如果說你是細菌性感染的話 那你顯然要用抗生剋 對 所以你洗也沒有用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不覺得它有用 好 好 再來 眼睛容易過敏的人 最好是戴日抛的眼睛 因為它眼睛既然過敏的話 你希望它的過敏能量降低 那如果說是那個 隱形眼鏡用手的時候 它隱形眼鏡的表面會有一層蛋白質的質量 對 我常這樣子 那個蛋白質連膜就會上你過敏 你就自己讓你自己過敏 那如果說是日抛的話 它還沒有長成蛋白質膜就丟掉了 它就比較不會 對 比較不會 不是一定給你保分不會 像我之前都是帶那種長袋型的 一兩年的那一種 那個我可能常帶到半年 它就會有那種半白質類 是這樣霧霧的一片 這麼嚴重 對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 它是因為你不洗眼鏡 我每天洗啊 可是然後我也有用那個去蛋白來洗 可是就常常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我以後都會用抛起食 這邊這個清熱解毒 苦瓜會有 苦瓜是清熱解毒 可是跟節目也有什麼關係 它苦瓜裡面其實有很多抗發炎物 不過以中醫來講 那從中醫的角度來講 你的發炎 就是屬於這個 灶熱 灶熱 所以那這個時候它當然就是 以中醫的角度來講 就是清熱解毒 苦瓜就是可以讓你的發炎的反應下降 下降 那空心菜呢 空心菜它有很多抗發炎物質啊 比如說你有維生素C啊 你有維他命A啊 那維他命A本來就是一些抗發炎的物質 尤其是這種深綠色蔬菜 維生素A 我們可以講說叫做眼睛的維他命 維生素A就叫眼睛的維他命 所以A在眼睛來講是非常重要 所以早期那個爸媽都逼我們吃魚肝油啊 對啊 那就是A 那就是A 魚肝油啊 紅蘿蔔也是啊 吃紅蘿蔔 也就是小白兔一樣漂亮喔 對對對 那就是A 那就是A 好我們這邊的食材裡面還有很多喔 比如像蘿蔔啦綠豆啦 蟹菜番茄百合白菜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清熱解毒裡面全部都是素 對耶 沒有昏的 對不對潘老師 那素的你怎麼就是 你常在講說素的有很多好處啊 對 難道昏的裡面沒有任何一個東西 沒有 都沒有啊 你好沉重 真的都沒有啊 加力好大喔 所以其實肉 肉現在目前來講就是 不是一個很必須的東西 唯一就是蛋白質啦 蛋白質植物裡面也有了 它不是那麼必須啦 但是 如果你 偶爾吃一點是不錯啦 媽媽有沒有常煮這一頓一個小孩子 有啊 我媽就常煮蘿蔔啊 排骨湯啊 蘿蔔排骨湯 空心菜油 空心菜油 這一般家裡都會有啦 紅苦瓜 苦瓜 我以為應該不吃苦瓜吧 有啊 苦瓜 有啊 苦瓜煮排骨湯也很好吃耶 對啊 反正那些全部的菜我媽都會拿來煮排骨湯 百合也會 我媽就是排骨湯 百合排骨湯 番茄排骨湯 白菜排骨湯 什麼都在排骨湯 現菜排骨湯 都這樣啊 我小時候都吃排骨湯 但是有一點很厲害 綠豆排骨湯才厲害 我跟你說綠豆湯真的還很好吃 真的喔 還可以加點藝人 對 更棒 所以這也是好食材啦 是 但講歸講 我們該講 罰得罰得 該獎勵也是要講的 我們要請到我們今天的客座主廚 郭主義 郭師傅 歡迎他 來 歡迎郭師傅 好 今天帶來什麼樣的料理 梅子苦瓜 梅子加苦瓜 這樣可以搭嗎 一般不是苦瓜切一些 醃一下然後梅子粉倒去拌一拌就好 沒有啦 不是這樣 今天不是這樣 沒有 不是這樣做 那麼什麼 那我們今天用燒的啦 那平常大家苦瓜都是燒排骨啦 燒的 燒排骨 好委屈 對啊 也可以用菸的啊 為什麼不可以 但是今天不是用菸的啦 有沒有人吃過 對 有沒有吃過梅子跟苦瓜下去拌一拌 沒有沒有 從來沒有 只吃梅子 但是我有吃過 我有吃過那個苦瓜醃梅子 可以 涼拌的 對 他會把那個梅子汁吸進來 對 而且那個有點酸酸甜甜的那種感覺 對 那今天就是讓你嘗到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 還有呢苦瓜 很多人呢不敢吃苦瓜對不對 是因為他怎樣呢 很苦 苦嘛 但是呢今天讓你吃到怎樣 那個脆的感覺 不會感覺到有苦的感覺出來 完全不會 你這樣講大話了吧 多長會有一點苦留下來吧 這麼有把握 我們就是繼續看下去就知道了 對不對 講大話 來來來趕快進行 好 那現在呢我們梅子呢 這邊用了大概12顆 煮絲梅 那整個把它倒進來 紫酥梅 對 紫酥梅 不是 對 剛剛我們有認了一下 這是我認清 上一次被他嚇到 煮絲梅 對 對 對 好 來 再來我們等一下加水進來 我們來 配一個醬汁 把它燒出一個醬汁的霸桃 梅子呢 本身的味道 完全把它釋放出來 把它熬出來 對 好 上一次我們出的就是 做的那個 紫酥梅梅瓜 喔 真好吃 我發現它真的合了 真的喔 這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 這蠔油 蠔油啊 對 紫酥梅加蠔油 等一下大概先 可以吃嗎 兩大匙 為什麼要加這個 想不到 讓它鮮味還有一點鹹鹹的味道出來 你是哪學的 中餐啊 好 再來我們來吃苦瓜 苦瓜 那苦瓜呢 這部分呢 我們這頭尾把它留起來 再來呢 等一下有用 有用 再來呢 我們把它切成怎樣呢 切成六條 對不對 六條這樣 再來呢 我們這邊是 是不是有這個紙對不對 對 先把它切除掉一下 切除掉一下 你如果刀工沒那麼好的話 你可以暫時先一半的時候 用湯匙先把它刮 也可以 刀工沒那麼好的話 對 我們會苦的部分 苦瓜會苦的部分是哪裡 有沒有知道 哪裡 這是紙對不對 紙有 還有呢 皮 哪個皮 還是這邊的皮 外面的皮 這是狼 裡面的狼 對 這是狼的來源 那個囊會苦喔 對 怎麼辦 那一般的媽媽要去除這個 哪的話 用刀子絕對 會削到死 而且又削得太多的話 又浪費我們的皮 對不對 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今天呢 叫媽媽 有一套出來了 要注意喔 要注意什麼 這東西一定要出來 實在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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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一點小小的建議 但是你破益也絕對無窮 來 有一套 空心菜放久了枯萎不嫩了嗎 這麼是有小技巧要教你唷 你切了之後呢 因為裡面它都有一些 所謂的水分對不對 你放在水裡面 它會有把水分吸進去 吸進去 它就變成比較土 吸進去 有很多菜的 不只空心菜 就是很多菜 鹽藥水人人自以為會點 但亂滴小心眼睛霜很大 點的時候 可以點在眼頭的地方 或者呢 黏在這個紅色的 就是眼皮的內側 不要直接滴在黑眼球 因為反而會傷到 黑眼球的角膜 哇塞 你們都是這樣自己點 你們都是這樣比較看得到 是喔 對啊